天天跑不停的开心,今天我们带来New Balance Rebel V3的出题 先说结论,这是一双非常非常软的鞋 如果你只追求软,那么它就是最佳跑鞋 但其实除了软,它还有很多值得说到的东西 我给它的定义是一双中短距离的缓震慢跑鞋 至于为什么这么定义,我们接下来细讲 在展开来说它的各部分之前,我想先聊一下它的稳定性 众所周知一双软弹的鞋要做出很好的稳定性是非常难的 但是这双鞋其实做的还不错 在一些设计细节上就体现出了New Balance作为曾经的四大跑鞋之一 它的设计底蕴 首先它稳定性的第一个设计就是来源于后跟设计 可以看到它是向外倾斜的 后掌内侧的泡棉要比外侧更多 这样就能让你落地的时候不至于向内倾斜 这点其实在其他跑鞋上也有体现 比如这双UB 它也非常明显的有后跟鞋切的一个设计 一个非常小的设计却能够抑制你的外翻倾向 但是很可惜 现在我只在一些国外品牌跑鞋上见到过 国内的跑鞋还没有见到 它稳定性的第二个设计呢 就是中底加宽 然后在内侧有上翻 第三个设计则体现在大体上 可以看到它的后跟橡胶覆盖 内侧是延伸到了足弓位置的 所以内侧足弓位置会比外侧更硬 也就能抑制你的外翻倾向 这点在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是非常惊喜的 因为一般的跑鞋只会在内侧做挖空 以减轻重量 这样就会势必加击你的外翻 而它的这个设计就非常好 在竞速鞋里面 索康尼的飞翼也是内侧有泡名 而外侧没有 但是和飞翼同定位的飞翼PLED 就在内侧做了挖空 以减轻重量 所以它做了很多稳定性的设计 但是在稳定性上也只能说是一般偏上 然后这双Rebel的鞋垫 它是这种偏薄偏硬的质感 然后在内侧足弓有非常明显的上翻 最后一个设计就是内侧的足弓绑带 拉紧鞋带之后 也能对足弓有一定支撑作用 首先我们看大底 大底覆盖面积还算比较广 中后部有挖空 以减轻重量 大底的整体质感是比较软的 大底的抓地力是比较好的 我在这20多公里的初体验中 跑过干燥路面 也跑过洒水车经过的路面 都没有打滑 当然不能指望它跟国产CPU大底一样 纹丝不动 但是也不需要进行降速 我个人认为它的耐磨 也是属于比较好的那种 可以看到我20多公里之后 并没有明显的磨损 并且它的橡胶厚度 给的还是比较厚的 所以我预计它对于我来说 应该在六七百公里以上 然后我们来到中底 这个中底是非常非常软的那种 是我穿过的鞋子里面 最软的那一类 如果要类比的话 可能就是比较像速分GT的上面那种 但是速分GT还是会比它稍微硬一点点 我为什么给它定义为缓震慢跑鞋呢 就是因为它这个中底太软了 太舒服了 让你一上脚就不想跑快 只想舒舒服服的慢摇 并且 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喜欢这个中底 因为它有点软而不弹 就是你 跑动 迈出去一步之后 你会感觉自己的力 都被它吸收了 而没有弹起来 所以就不会有那种想要加速的冲动 然后我也提到了 它是一双适合中短距离的鞋子 就是因为它的衰减也是比较快的 我穿这双鞋 到现在最长跑的是12公里 在12公里的最后一公里 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衰减迹象 不过也还可以接受 我个人预计它对于我来说 应该跑到半码不是问题 大底的破差比较小 前后过渡是非常顺畅的那种 并且它有一个让我也很差异的点 就是这种很软的鞋 其实 抗扭也很难做嘛 但是它的弯折点非常正确 我也不知道它是用什么方式做到的 因为我穿的过程中 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抗扭片什么的 但是它就是非常正确 可能前章有开槽什么的 或者单纯是用泡棉厚度都有可能 然后这双鞋我并不推荐给大体重 因为它比较软的调校 加上并不是很厚的这个中低 所以让它的缓震极限并不是很高 我并不推荐一百七十斤以上的跑者 去穿它进行十公里以上的训练 最后我们来到鞋面 鞋面是工程网部 外面有一些纱线 这个鞋面打了非常多的孔 但是其实它的透气比较一般 就是还可以 但是不会让你感觉到有灌风的那种感觉 鞋面的整体包裹感和舒适性都非常好 鞋楦的宽度适中 然后后跟的填充也比较充足 所以穿进去之后 整双鞋是非常舒服的 并且它的鞋面设计的很简洁 没有什么过多的压胶 只有前掌这里有一层加固的编织 并且也还是比较软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宽脚是可以穿的 因为它整体的压胶也比较软 是比较容易撑开的 然后它的鞋舌是非常薄的那种 但是我不觉得它压脚背 可能因为它的鞋带也是比较厚的那种 可以分担一点压力 不会勒到你的脚背 鞋舌上面也是有非常多的打孔 我觉得它是适合在夏季使用的 只不过不要指望那种 非常非常投契的感觉 然后它鞋面的整体的锁定 其实是靠外面这个N字的大压胶 用来锁定你的中组 并且中组也有足弓绑带 所以它的包裹性 整体的锁定感都是非常好的 最后的总结 Rubble V3是一双非常有特色的缓震慢跑鞋 它的特色来源于它的中底调教的非常的软 同时得益于它比较好的稳定性 所以如果你喜欢软鞋 那么买它就对了 也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顾虑 对于严肃跑者来说 可能唯一要考虑的就是它的中底衰减问题 还有自己是否喜欢那么软的脚干 推荐人群喜欢软弹脚干的跑者 体重覆盖范围比较大 只要不是特别大体重都可以 推荐配速有一些up主觉得它也适合跑速度跑 但是对我而言穿上它就意味着我当天并不会去跑速度 所以我的推荐配速是五分开外 下一次我们带来强风SE的全掌井实测 接下来是飞银家族